我是奥峰,也是秦城著名的廢物七少爺 作者 風行烈,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製作 第八百四十集 不过,奥峰觉得,他老爹虽然很有云情仓那个老头当年的架势 云青红却绝不是那种火爆到极点的脾气 而且这两人都那么重视自己,也通情达理,说不上固执 情况和当初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奥峰倒不担心两人会一见面就打起来 只是肯定少不了一番针锋相对,你来我往 比如现在,两个男人已经将瞪眼神功发挥到了极致 眼里的光辉更胜天边的骄阳 瞪得那叫一个激情四射,热烈奔放 旁边的奥峰,唯恐二人再这么瞪下去 就会把眼珠子瞪掉出来 连忙发出了一阵咳咳咳咳的咳嗽声 两个男人立刻停止了邓氏,不约而同收回了目光 首次交锋,因为某女的打断,以平局收场 紧接着,两边的大领主就在战战兢兢,心惊肉跳之中 会合到一起,相互交流认识起来 却都极有默契地避开了秦朔,云青红,还有奥峰三人所占的地方 连讨论的雨声都放到了最低 生怕一会儿爆发什么天人大战波及到自己 用余光打量着三人,北京众帅哥心中的想法多少有点阴暗 看吧看吧,幸好我没有去求亲呢 寿主的男人,果然不是那么好做的 要过红衣大领主这个恋女成狂的父亲这关 哎呀,只怕是无比艰难哪 君王帅哥兄,你的前路相当坎坷呀 奥峰妇女,加上云青红三人,总算聚到了一起 却是谁也没有说话,周围一阵诡异的沉默 嗯,那个,抓抓脑袋 奥峰想要打破僵局相互介绍一下 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幸好某位帅哥一向很了解他的心思 适时地避免了他的尴尬 上前一步对着一身火红的男人,微微一笑道 这位面下想必就是光芒大陆,傲视天才秦傲天阁下的父亲 秦硕大人了 在下对大人早已仰慕多时了 您的容貌和您的儿子果真十分相似呢 先开口的,果然还是云青红这个厚脸皮的家伙 此时他的神情中已经完全找不到一丝敌意了 那张倔异到极点的脸上笑容灿烂,阳光四射 宛如春风般的温暖明镜 给人的感觉异常的亲切和善 圣皇君落语的经典招牌式微笑 傲风在心中暗暗地感慨 你这小子的变脸神功,他有长进了 以前你变脸,好歹还要稍微酝酿一下 换套衣服,戴个面具什么的 现在居然连道具都不用 就能变得如此随意,如此和谐 如此的理所当然了 众人一时间都有些懵了 实在无法想象 刚刚还那样狠辣,邪似,杀人不眨眼的男人 怎么突然间就圣洁无比了 而且这种圣洁还像是与生俱来的一样 完全看不出任何破绽 仿佛他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才对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真的要怀疑刚刚那个和这个是不是两个人 秦朔大人显然也没想到情况会突然变成这样 前一秒还和他瞪得欢快的男人 居然彬彬有礼了起来 喷发到了一半的一腔怒火 好像突然就被噎住了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这小子笑得这般春光明媚 诚心诚意 实在不太好下手 更何况 他居然还提起了另一个自己在意的人 天儿 你认识天儿吗 秦朔一挑眉 沉声问道 奥峰失踪这三年多 他倒是和光芒大陆那边有点交流了 只不过一心系在女儿的安危上 其他人的也就了解了个大概 故事之类的更没心思去关注 他只知道 秦奥天和兰修等人 前几年一起去了诸神大陆 现在他也联系不到 如今女儿平安回来了 他心中一块大石放下 倒是想听听他们在光芒大陆时候的事情 云青红依旧笑得耀眼 青红不才 当年是和秦奥天阁下齐名的人士 我们两个呢 是很要好的朋友 还在卡罗尔帝都当众进行过一次相当有意义的握手 他时常和我提起秦奥大人 说您是一个性情如火 胸怀坦荡的真汉子 今日一见 果然更胜传闻啊 夸张是一门科学 省略更是一种艺术 他只是在为秦奥的心脏想着 绝对不是故意忽略 这交朋友和握手其实都是因傲锋而起的 傲锋无语地翻着眼睛想了半声 实在不记得傲天大哥 什么时候和云青红 有了偷偷摸摸说悄悄话的奸情 哦 原来你是天儿的朋友 秦朔皱着眉点了点头 儿子的朋友 的确是不好太为难 但是这也不代表 我要承认这小子和女儿的关系啊 就算你是傲天的朋友 也最多只能让我不动手揍人 想要借着这层关系 顺杆往上爬 那是不可能的 反正老子就是不认你 你奈我何 秦朔暗自哼哼一句 还是一副铁面包弓 油颜不尽的模样 云青红却丝毫没有在意 继续诚恳无比地轻轻一笑 大人 今天我还要向您郑重介绍一个人 介绍一个人 秦朔不禁一愣 反射性地问道 谁啊 这里还有人是我不认识的吗 刚一出口 他就默地后悔了 因为他忽然看见 这个满脸笑容的臭小子向人群的某个方向招了招手 而那个方向一个和他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小小少年 收到指示后三步并两步蹦了过来 冒风一看 顿时也窘了 这个少年居然是小雷 这家伙是什么时候注意到的 怎么先前一点反应也没有 云青红当然是有反应的 他是在刚刚海陆大战还未结束之际 就发现这个小鬼了 原因是耳朵极其敏锐地听到了那句话 妈妈朝思暮想的男人 他就格外多看了一眼 虽说一眼看到他的时候非常诧异 但对接受能力惊人 面对气势恢弘的海陆大军交战 依旧淡定无比的男人来说 还不足以令他失态 后来某男发挥自己一贯的强悍思维能力 很快就想到了这个小鬼的来历 毕竟他也有着生命换气 知道生命换气进阶君王气后的大概特点 而从五色的记忆里 他也了解到了傲锋拥有的雷炮 进化为人形兵器的讯息 于是乎他立刻心情良好的 接受了这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家伙 近距离看着小雷 云青红唇角扬起的弧度越来越大 和颜悦色地摸摸他的脑袋 慈眉善目地笑道 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雷 小雷眨巴眨巴眼睛乖巧得到 对这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 他觉得很有亲切感 而且从他妈妈的记忆里他就知道 这个看起来总是笑眯眯的男人绝对不能惹 否则那下场是很可怕的 嗯 小雷乖 来 见过你外公 云青红满意地拍拍少年的肩膀 顺势向前一指 那个方向正站着威风凛凛的红衣大领主 秦朔大人 不过此时 秦朔却是一脸被雷劈到的表情 焦黑焦黑的 我 外公 我 我有那么老吗 本集结束了 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